1935年12月16日 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建俏有期徒刑十年 施建俏不服 认为他刺杀孙传芳是未付报仇 刑可明智 而且又自首情结 要求从轻判处 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 河北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 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结果在施建俏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 国民政府主席向全国发表公告 决定赦免施建俏 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 将其特赦释放 重获自由 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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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声明 发表统结 表示 司法当中应该对世界交扩大处理 特别是写过五女卫 将领监督援组的五女卫 和委会理经学位 他们特别发表统结 要领监督援练经 这个发表 冯玉祥曾与施建俏的生父一起奋勇战斗 他闻许后 立刻联合民国元勋 李列军张继等人 承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校女 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建俏 以敦化人伦 弘扬正气 有的报纸 还披露了冯玉祥 曾单独向蒋介石 请求特赦施建俏的消息 在当时的舆论界 很多人都认为 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 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建俏特赦了 这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 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 而施建俏刺杀孙传芳 正中其下怀 因此 蒋介石对冯玉祥 卖个人情 将施建俏特赦了 那么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 难道孙传芳 真的是以皈依佛门为伪装 实则却和蒋介石 针锋相对吗 多年以后 军统特务头目陈公术 在回忆中透露 张静尧受日本人板员 土肥员的指使 潜入北平 策动驻军叛变 妄图制造暴乱 而和张静尧一起策划这起叛乱的 据说 就有孙传芳 因此 当时的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就下达了制裁力 后来孙传芳虽然逃脱 但是 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 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而深藏于天津租界内 闭门不出 韬光扬灰 暂停汉奸活动 蒋介石这才没有急于下手 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在9月8日毕以后 日本帝国族裏不仅把东部认为他成民地 而且把清家司的 向内退进生的瓦泊 他要利用税路 各种亲自派人物 和过去深夜的 政客 救我 生的房 曾经都不让救我的 临续任务之业 而且他过去有一种 日本帝国族裏项目的一个 制定的一个律师 所以成为日本 隆络水埋的一个重要对象 这个情况 不能不引起内定政府 他特攻击怪的终日